自動駕駛席捲全球 兩大車用A-DOS廠蓄勢待發 哈囉大家好我是益聖 歡迎收看益聖向前看 帶給你淺顯易懂的產業知識 觀眾朋友在上一集我們節目當中呢 我們跟大家分享了兩大車用LED模組廠 包括3346的瀝青以及6288的連夾 其中呢這個瀝青是以中國市場為主 而連夾呢則是以歐美市場為主 同時呢兩家公司都是特斯拉的概念股 那今天這一集呢我們要來延續特斯拉這個主題 來跟大家介紹特斯拉出名的全自動輔助駕駛FSD 並且呢我們會跟大家分享兩家 跟自動駕駛有關的公司 分別是3552的投資以及呢2231的維生 記得分享加留言就是對我們最好的支持哦 在2022年的8月全球電動車大廠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在他個人的推特上宣布 新一代的全自動輔助系統FSD 將會在9月5號推出而且他要漲價 原本呢12000美金的價格要漲到15000美金 漲幅高達25% 如果呢直接換成台幣大概就是要漲價高達9萬新台幣 各位呢有沒有突然覺得 美國今年6月份CPI雖然創下40年的高點9.1% 相對就變得很親民了對不對 那也就是呢馬斯克在做了這一項宣布之後呢 台灣相關的自動駕駛概念股就動了起來 像是呢我們待會要跟大家介紹的同志跟維生 好那講到了這個自動駕駛我想觀眾朋友都有聽過 自動駕駛從0到5總共呢分成6個等級 首先呢這個最基本的Level 0它就是完全由駕駛人自己來操控 頂多啊就是在車輛即將要撞到物體的時候 它會發出一些BB的警示音這樣而已 這就是Level 0最基本的 那至於呢這個Level 1其實跟Level 0沒有太大的區別 但是呢到了下一個等級啊這個Level 2之後呢就不太一樣了 這個車輛裡的定速功能啊應該呢很多人都有用過對不對 因為呢我相信很多人呢現在都喜歡呢使用這個定速功能 特別呢是在高速公路上可以說是呢解放雙腳的力氣 而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是處在Level 2的這個階段 那至於呢Level 3的部分呢就更不一樣了 因為車輛呢它可以完成部分的駕駛任務 但是呢駕駛人還是必須要隨時來接手這個車輛的行駛才可以 那可以說呢這個Level 3已經是站在自動駕駛這項技術的門口 同時呢這個Level 3也是目前大部分擁有自動駕駛功能的 車輛所處的一個等級 那至於呢Level 3的下一個等級 Level 4則是在一定的環境下車輛可以自動完成所有的駕駛 也被稱為是有方向盤的無人駕駛車 那至於最後一個等級Level 5那就不用說了 就是呢在所有的環境下車輛都可以自己完成駕駛的任務 也被稱作是無方向盤的無人駕駛車 那以上呢就是自動駕駛的六大等級 那一輛車呢如果呢要從赤腳的Level 0變到全資全能的Level 5 它總是需要一個系統來幫它呢看看路況並且呢沾前顧後 而這個系統呢就是呢我們台股投資人常常在講的A-DAS 它的中文全名是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主要功能呢就跟它的中文名稱一樣 是扮演輔助的角色 駕駛人仍然是控制汽車的主角 那如果呢A-DAS的輔助程度越高 那就會越接近自動駕駛六個等級中的最後一等 全資全能的Level 5 而A-DAS本身呢只是一個統稱 事實上A-DAS有包含像是車道偏離 盲點偵測 胎壓偵測 這些輔助我們掌握車輛狀況的一個系統 通通都是A-DAS 那這個呢是相當合理的 因為呢我們剛剛有提到 A-DAS的主要功能就是扮演輔助的角色 那A-DAS呢又是透過哪些主要的部件 來完成它輔助的角色呢 大約呢主要可以分成三個 分別是感測器、處理器以及自動器 就是呢一台車如果呢 它要能夠自動駕駛 那它當然需要呢先看到周圍的一個路況是如何 所以呢感測器就是幫助車輛 知道目前周圍的路況以及呢環境狀況 而在車輛接收到感測器回傳的周圍環境資料以後啊 車輛就必須要透過處理器把這些資料呢做分類 那當處理器消耗完它感測器傳來的資料後呢 這個處理器就會呢開始傳訊號給自動器 讓自動器去完成相關的輔助駕駛系統運作 像是呢自動煞車與發出警示音等等 講完了這一些呢其實呢各位你可以簡單的理解成啊 這三個部分呢如同我們人類的眼、腦跟手 這個感測器就如同我們的眼睛 那處理器呢就像我們的大腦 那麼接收完之後呢來做一個反應的動作 那傳動給我們的手或腳來做一個執行 那手或腳就是呢自動器 這樣呢各位可能就比較能夠容易來理解 好那前面呢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啊 從這個自動駕駛的六個等級 講到呢推進等級提升的ADAS 並介紹到ADAS的三個部件 希望大家都能夠對這個自動駕駛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 那未來呢隨著自動駕駛的等級越來越高 對於相關的ADAS概念股來說一定是利多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相關公司的一個部分 首先呢我們來看到第一檔ADAS概念股 就是3552的同志 同志呢是亞洲主要的導車雷達供應商 在全球的市占率僅次於德國的Bosch 還有法國的Value 那除了呢以導車雷達為名之外 同志還有超聲波停車輔助 以及呢無線胎壓偵測等產品 目前啊投入研發的產品還有免鑰匙進入系統 以及呢最近很紅的多功能抬頭顯示器 那我們來看到同志在2021年的營收比重啊 各位可以看到佔比53%的影像系統 是同志的主力產品 而同志的產品主要都出貨給中國 所以呢還是那一句話就是呢 中國政府對於車市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像是呢我們在上一集節目當中提到的 中國乘用車減稅的政策對於同志來說 那也算是一項利多 那雖然呢同志的營收主要來源是中國 但是呢他其實也有出貨給特斯拉 在1990年的時候同志已經推出了超聲波的感測器 目前供貨大約48家國際的車廠 所以呢在超聲波感測器這方面 我想同志的產品是很有競爭力的 那除了超聲波感測器之外 同志也有車用的鏡頭 主打在各種環境條件下 都能夠提供給駕駛人清晰的車外影像 到了2020年的10月啊 同志推出整合超音波雷達 以及呢鏡頭的解決方案 所以順利的拿下特斯拉Model 3車型 360度環境偵測系統 以及12顆超音波掃描模組的訂單 那根據法人的推估在2021年的時候 同志供應特斯拉超音波感測器的比例 大約是在45%附近 那到了今年2022年 同志在供貨的比重上有望提高到70% 那預估這部分呢 會佔他今年整體營收中的16個百分點 那同志呢因為有特斯拉的加持 所以呢往往啊 是想投資AIDAS概念股的第一選擇 但是呢根據同志在2021年的資料 各位呢也能夠看得出來 他主要的營收來源還是在中國 那至於呢中國政府有沒有封城 或有沒有進一步的限電 或者呢會不會取消對測試的補貼 這些呢其實都會跟同志是息息相關的 那最後呢同志2021年的EPS為5.44元 市場預估啊今年2022年他的EPS為8.09元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緊接著呢我們來看到第二間AIDAS概念股 2231的維生 維生這間公司啊 從他過去主打的產品來看 可以看出啊 他是一間持續在進步的公司 因為呢早期的維生他是車輛內裝開關的製造商 像是呢方向燈的開關 或者呢電動窗的開關這些都是維生早期的產品 那後來呢維生呢他注意到美國在2007年立法將胎壓偵測器系統 TPMS列為汽車標準配備所帶來的商機 所以呢他決定切入胎壓偵測器系統的市場 那胎壓偵測器主要的功能就是要偵測輪胎的壓力以及溫度 並且呢即時將輪胎的狀況傳送到駕駛座的面板上 這樣駕駛人就能夠在第一時間察覺輪胎的異常狀態 那後來維生在TPMS市場上 靠著研發出世界上第一款通用型的TPMS 而通吃了98%的車款 那在2014年維生靠著通用型的TPMS 取得絕對的市場競爭優勢以後啊 維生又開始呢從新的趨勢中找出可能的新產品 而這個新的趨勢就是自動駕駛 在自動駕駛的浪潮下 ADAS有望複製TPMS一樣呢成為未來每一輛汽車的標配 那後來的美國歐洲以及中國確實也紛紛的立法規定 ADAS必須成為標配 像是呢美國多州啊陸續強制安裝 校車行人偵測系統 而在自動駕駛的浪潮下 維生決定選擇當時兩岸廠商 上無人進入的毫米波雷達系統 當作他的新產品 而在去年2021年的第一季 維生已經逐步的放量出貨 美國第一大校車的車廠 搶攻北美校車每年5萬輛的新車市場 也等於是呢維生毫米波雷達 正式邁入全球電動車市場的供應鏈 以上呢就是維生這間公司在過去幾年中的 主要產品的發展路線 從汽車內裝的開關到胎壓偵測器 再到現在的毫米波雷達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維生在2021年的營收比重 各位可以發現 維生早期的產品啊 汽車電機開關佔比依然有34%左右 而汽車安全件以及呢系統啊 則是佔比最高的大約是46% 那如果呢你看到維生的銷售地區 我們可以發現 依序是美國、台灣與中國 這是呢維生的主要市場 其中呢美國除了是維生的主要市場之外 美國當然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好那我們剛才有提到 目前的維生把目光呢 焦點放在毫米波雷達的系統 這部分呢是由維生旗下100%持股的子公司 在新貴市場的2252的維生科所負責 它這個生字跟母公司的生差了一個日 那可能呢看好未來有機會續日終生 那這間子公司維生科主要的業務呢 是研發車用毫米波雷達 它擁有高階的24GHz 以及77GHz毫米波雷達的核心技術 可應用在摩托車、乘用車、公車以及校車等 各種不同車型的ADAS先進輔助系統等 那目前呢就我們所知道的 維生科規劃呢在今年2022年底要掛牌上市 同時呢它的毫米波雷達也切入了 中國前三大商用車的品牌 上海新專屬的產線持續呢由客戶來驗證中 那最後啊這個維生2021年的EPS為4.23元 那市場呢預估啊 維生今年2022年的EPS為5.63元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好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來整理一下今天的節目內容 首先呢第一點 自動駕駛的推進會帶動ADAS的需求 第二點同志與維生呢 皆為ADAS的概念股 同志是以導車雷達為名 而維生呢則是以胎壓偵測器TPMS暢銷市場 第三點其實呢也是我們在上一集節目中的重點 就是呢一個國家對於汽車市場的補助啊 算是呢飲吃卯糧 當這個輔助的政策結束之後 相關的汽車零組件在未來的營收表現上 各位就要多加的留意 這也是呢我們節目的初衷啊 希望呢透過整理呢 產業以及呢公司的資料 讓大家方便來觀看 同時呢也提出一些我們的看法 希望能夠幫助到各位 那最後呢 益聖呢還想要問各位一個問題就是呢 請問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支持自動駕駛 未來在台灣上路嗎 支持的原因呢是什麼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各位的收看 記得幫我們分享與留言 下個禮拜讓我們同一時間繼續向前看 我要幫我們分享一下 群 chop 就算你狂 一箇所 請 我們 剛好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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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